已故前政協副主席霍京東元配呂彥尼 九月初離世享年九十七歲 霍家在九月十三日低調為她設靈 並在十四日出殯 霍家對老夫人離世一事相當低調 十三日晚霍振環和太太和兒子啟文 還有霍啟江 郭晶晶和兒子 霍啟山 霍啟人 一起離開殯儀館 而霍振停就接受了簡短訪問 因為她是低調的家庭式 但她是這麼低心的理念 對呀 我覺得有一點點意義不捨 因為她都支持我父親半世紀 又照顧我們的兒孫 怎麼說她都差不多有八歲 最後一段她都是全家人都會悶悶她 我想唯一是一簡單儀式 我想大家都會悶悶她 是否跟爸爸夫妻一起合作 是她的意願 是她的意願 我想她的意願 老太給你最深刻印象的人 或者她教會你最深刻印象的人 原來她存了很多舊照片 我們每個點滴 我們做過什麼她後面寫好 唯一代表我子孫 多謝一路招呼我們 儀式大約十點完成 霍鎮還長子啟文手捧靈偉 與她們家族成員一起布出殯儀館 子孫貝緊隨其後登上旅遊巴前往墳場 老夫人的遺體會與霍京東合葬於柴灣佛教墳場